税收怎么影响了历史,说起税收,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,唯有死亡和税收是不可避免的,既然是不可避免的,大家就会觉得被强迫,不痛快,没人喜欢交税,这是我们的直觉。但是,税收越少越好吗?并不是这样,下面我们通过宋朝,明朝的国家和商业关系,来说说这个道理。 中国古代因为种农艺伤,国家财政的弹性就很小,一旦危机到来,政府开支急剧增长,麻烦就来了。 宋朝中后期就进入了这种危机期,北方的游牧政权,从早期的辽,西夏,到后来的金河蒙古,对宋朝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安全威胁,那咋办? 只能扩军备战,钱从哪来,土地收入肯定是不够的了。于是,宋朝政府就历史性地把目光转向了工商业。 办法无非是这么几个,首先,宋朝政府放开了盐铁茶酒这种资源性或者是成瘾性商品的控制,允许私人商业力量进入。 大概的方法,就是政府只控制生产,然后给商人发许可证,你们负责去贩运销售,政府收税,这样一来,政府收入确实大幅度提高,但是,这点钱还是不够用。 钱还不够怎么办?宋朝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系统的商业税征收制度。 为了征收商业税,宋朝政府在上至京城,下至县,镇,渡口,集市等地广泛设立征税机构,征税范围无所不包,几乎涉及了生产生活的全部物品。 广泛征收商业税,人民的负担当然加重了,但对政府来说,人民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了。 政府自然而然地开始优待民众,相比其他朝代,宋朝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养民制度特别丰富。 按照历史学家侯家居的说法,宋朝已经发展出了从太阳到祭祀,也就是政府把你从摇篮管到坟墓的福利制度, 包括怀胎发放粮食补贴,政府抚养器英,官办学校助学,养老,救治贫病,丧葬补贴等等。 宋朝的荒政制度也比较完善,建立起粮食储备制度,在荒到来时甚至出售官职筹资救济灾民,虽然水平不高,但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基本样子,宋代是具备了的。 我们从一千年后看宋朝,很容易把它美化,把刚才说的这些看成是统治者的善良愿望的结果。 其实不然,你针对什么受税,就必然要治理什么? 中税本身当然是恶症,但是有时候,中税也是善治的原因。 当然,历史没给宋朝人足够的时间,蒙古人的铁蹄还是中断了这个过程,将近一百年。 赶走了蒙古人之后,朱元璋建立了明朝,在朱元璋看来,宋朝之所以灭亡, 就是因为朝廷广泛征税,简直就是恒征暴敛,造成民不聊生,这才被蒙古人灭亡。 所以,明朝建立以后,财政上全面恢复中华帝国的正统做法。 以农业税为主,大量减免工商业税收。 朱元璋明确规定,工商税收的数额不得超过洪武18年的水平。 此后,整个明代,包括盐铁、管音工商业和各种工商税收的收入,只占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。 相比之下,宋朝工商税已经超过了农业税,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。 工商税很低,这是不是会促进明朝工商业的大发展呢? 确实促进了,到明朝中后期,工商业发展极为繁荣。 多个工商业城镇兴起,商品种类非常丰富,民间因此普遍富裕,尤其是江南地区,民间的富裕程度特别高。 这不是很好吗?且慢,事情哪里会那么简单。 虽然工商业发展繁荣,但由于国家财政坚持以农业税为主,工商业财富没有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。 国家既然收不到钱,没有得到好处,也就没有动力保护和推动工商业的发展。 这个后果就很严重了。 比如,对商业发展来说不可或缺的产权制度就一直空缺。 可能有人要问,没有国家正式的产权保护,明朝的工商业大发展又是怎么来的呢? 答案是,主要依靠贵族官僚非正式的个人特权庇护。 现在看史料,明清时期一个当官的饭了事, 查抄家产,清单里面往往就有什么当铺几间,票号几间,茶叶庄几间。 就算是普通生意人,你的生意如果没有官员失身的保护,是肯定生存不下去的。 别说官员欺压,就是街上的小流氓也足以让你生意做不下去,难免要保护。 这种保护当然不是免费的,往往还很昂贵。 于是,大量工商业财富流入贵族官僚手中,国家所得很少。 相比较而言,17到18世纪的英国,把财政收入建立在商业经济的基础上。 国家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,商业发展和财政收入同呼吸。 共命运,有了这个动力,英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针对商人的产权保护措施。 这些产权保护措施又进一步推动了英国商业的发展,形成了良性循环。 你看,虽然同样是商业繁荣,但是明朝和英国结果不一样。 商业有一个特点,就是繁荣很容易,只要有自由就够了。 但是发达很难,因为商业发达需要大量的中间组织,比如银行,交易市场等等。 它像盖楼,没有下一层的制度和中间组织的建设,上一层压根就不会出现。 没有这些中间组织,你都想象不到商业能发达成什么样。 明朝后期就是这样的情况,你说政府不重视江南地区吗? 很重视,明初就严禁在东南分封藩王,防止藩王扰民,朝廷税收都指望着江南, 还规定宦官不许在江南买地,非常重视对江南水利的兴修维护,等等。 但是,因为工商业不是政府税收的来源,产权保护制度没有。 所以,虽然表面上繁荣兴旺,但其实只是简单的低水平扩张规模。 更复杂的商业,就无法形成了。 这还不只是商业不能更高层次发展的问题。 更严重的后果是,政府和工商业财富发生了脱节。 国家财政部依赖工商业,也因此不重视工商业, 不会像英国那样让工商业代表参政一政。 工商过世,国家和民众之间没有结成利益共同体。 平时,这不算严重问题。 到了关键时刻,就是大麻烦了。 比如,清兵为什么灭了明朝,相比蒙古人,清兵的军事实力其实要小得多, 把其兵马总共才几万人。 如果明政府能把江南地区的财富,资源集中起来, 打败清兵,是大概率事件。 但是,在实际的历史上,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, 明朝江南富裕的民间社会,表现出惊人的冷漠和麻痹。 重真皇帝怎么喊,怎么哭穷,出身江南呢? 因此往往也是工商业背后保护咱们那些官员也不肯掏钱出来。 过去我读历史的时候,读到这一段,总是觉得很疑惑, 国家仰视大富三百年,到关键时刻,怎么大家都这么冷漠呢? 现在我们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, 也许能得到一个答案了。 国家不关心工商业的发展, 工商业的财富也很难和国家修期与共。 结果,我们都看到了,清兵的铁蹄南下, 江南也没有躲过一截,国家和工商业是双疏的局面。 那么,在中华帝国史上, 有没有成功处理国家和商业关系的例子呢? 也有,那就是清末的国家财政制度的大转型。 简单的国家编冠 增加地译